- 大家好,我們是Steven Scripto - 大家好,我們是Steven Scripto - 我真的覺得我最近心態開始崩了這個熊市 - 我真的覺得我最近心態開始崩了這個熊市 - 我覺得我要開始做一些 - 貼貝渣男的行為 - 要回到DGENSE的時候 - 要回到DGENSE的時候 - 我以前在美國工作的時候 - 我只要被開汽車罰單啊 - 或是忘記繳水電被被罰錢的時候 - 這種時候 - 我一定會去Casino想辦法翻倍 - 所以你個人的理財心態是遇到這種 - 突然的損失你就會想要找東西凹回來是不是 - 很不好 - 這種時候只能看可以就是拼一下拼一下 - 所以這完全是DGENSE的心態 - 我要開始追高 - 追高APR - 對 - 想辦法在熊市的時候多囤一些這些幣 - 看牛市的時候這些幣價漲的時候 - 我可不可以就是 - 合理 - 再來一波 - 我們最近有發現一款 - Defi Kingdom的訪盤 - 然後他想要做的東西也超多的 - 他一次有借貸平台 - 然後有去中心化交易所 - 然後要做GameFi - 然後他GameFi又有NFT - 這個秉化的超大 - 他叫做Defira - 這個遊戲的前身 - 他是在做借貸平台起家的 - 就像我剛剛講他做得非常的全面 -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會先來介紹 - 開發Defira的團隊Tranquil Finance - 再來呢我們會介紹Defira這個項目 - 我們會玩給大家看 - 還有我們會實際直壓操作給大家看 - 我們也會展現Steven Wood他直壓進去 - 收益大概是多少 - Let's go - 這是Tranquil Finance - 然後這是他的首頁 - 最近好像把它改成是DefiraBoppers - 的 Harmony One - 對 但這個借貸平台我們就來看看 - 在這裡面你可以把錢 - 值壓上面借給他人使用 - 然後可以拿到大概這樣的APY - 哇 挺不錯都10幾% - 對 - 穩定密10% - 連USDG都有5% - 會借出去的話 - 他們是Harmony上面早期的借貸平台 - 對 感覺他們好像在看到Defi Kingdom他們的成功以後 - 很想要複製產品的東西 - 你說你之前就已經知道這個項目在運作嗎 - 這個借貸功能嗎 - 對 我大概很早期的時候 - 他們一上線的時候我有買過一腳趾 - 但是賠報以後我就當韭菜下手了 - 所以他們這個平台一開始的表現不是那麼的好 - 他們幣價沒有表現好 - 但是東西都還可以用 - 對 - 那你Connect Wallet以後你到Dashboard裡面 - 你可以看自己之前交易的記錄 - 然後你可以拿到Tranquil他們的Token - 然後這邊可以StakeTranquilToken - 他會發獎勵給你 - 哇APR有360 - 還蠻靠的 - 所以他現在還有一個Dex在上面 - 所以他又可以借貸東西 - 又可以交易 - 然後他就是要把它放在DefiRA - DefiRA他們的遊戲首頁 - 所以他這裡面會有Fyra Orb Tranquil Orb這兩種Token - 然後Fyra Orb好像就是買裡面東西用的 - Tranquil Orb - 它是原本Tranquil Finance用的Token - 然後現在可以拿來這邊 - 然後拿來Summit Heroes - 就是有點像Defi Kingdom的 - 就和Gold一樣 - 那我們來看一下Median他們的Tokenomics - 好他還說現在如果StakeTranquil的話 - 可以有機會抽劍林的Hero - 就是他之後的NFT - 所以Gent0也還沒面 -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- 對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- 那NFT好像長成這些樣子 - 很可愛的 - 像狐狸啊 人類 - 還有這種宇宙的風格 - 然後它裡面會有去中心化交易所 - 然後接待中心 - 然後還有Staking - 就發行它代幣的地方 - 所以有這樣的Defi產品在後面去支撐 - 這樣的一個遊戲的Token Utility - 那我們就來進來遊戲看看 - 這個畫面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 - 跟Defi產品是完全一樣 - 真的長得超像的 - 這邊Tempo好像就是直壓的地方 - 然後Bank就是借貸中心 - 銀行區中心化交易所 - 然後這邊可能是直壓的池子 -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BIP書 - 是Defi和Gain - 然後他們還有這個Intellectual Property Layer - 這是他蠻特別的地方 - 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IP Vision - 哇 - 所以他可能會設計類似這樣的一個故事在這裡面 - 然後角色 - 蠻有心的 - 還設計漫畫的感覺 - 對阿 - 雖然是訪盤 - 但他還是有bring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進來 -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Roadmap - 所以打工是他目前已經達成了 - 對 - 真的還蠻早期的 - 什麼東西都還沒有 - 目前就是剛launch - 大概2月26的時候launch - 然後現在Dex也開起來了 - 所以他2月26的時候剛開始挖第一批頭礦 - 所以他B價都衝起來了嘛 - 我們來看一下 - 哇真的是 - 你看2月26那是拉一波 - 本來會維持在5塊左右 - 後來拉一波起來 - 直接拉到20附近 - 然後過了幾天我們Mass掉了 - 然後他直接拉到31 - 32 - 33最高 - 哇真的是相對高點 - 最高仔 - 對 - 對 -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圈闊代幣的價錢 - 其實你知道嗎 - 我以前買來這邊 - 哇0.38的時候 - 對啊 - 可是那時候沒有什麼 - 他沒有 - 沒有像現在一樣這麼多東西 - 可是他自從 - 仿盤了Defi Kingdom以後 - 現在就直接skyrocket了 - 真的 - 到2月26挖頭礦那時候應該要衝一波吧 - 我們看一下2月26 - 都要衝0.5 - 哇0.5直接衝到 - 1.10 - 1.10 - 我直接翻倍 - 超誇張的 - 好扯 - 然後他還會做跨鏈 - 他還會放到CRO chain上面去 - 嗯 - 不知道他會不會做像Defi Kingdom那樣子 - 就是有兩個國家 - 喔雪崩鏈 - 雪崩鏈 - 另一個國家在上面 - 就是想要吸引跟使用不同鏈的玩家 - 自己進入 - 這蠻多東西可以讓我們來好好期待一下 - 對 - 現在來實際質疑看看吧 - 放這邊 - 可以看一下哪一些LP值可以做 - FIERA Token - 現在APR有1864% - 超高的 - FIERA Token - 是231% - 然後SFIERA - 1620% - 然後Tranquil大概8% - 總加起來大概1800% - 那這裡面SFIERA是被鎖起來的 - 所以KPAY馬上拿出來 - 有 Liquidity的 - Token是FIERA和Tranquil - 對所以他多數還是先被鎖起來的 - 是 - 這個大家自己就要注意一下 - 對 - 你想要投他幾個呢 - 身為Djams - 我覺得前面兩個蠻吸引我的 - 就是FIERA跟Tranquil - 還有FIERA跟W1 - 直接追高仔 - 追高嗎 - 雖然今天這樣爆充 - 真的蠻高點的 - 昨天還是21塊 - 今天就31塊 - 其實真的蠻危險的 - 但是我們還是想要充一下 - 好 那我們就去充囉 - 就去買囉 - 好 我們去MarketPlay這邊 - CoinChanger - 8000個萬 - 買40個FIERA - 買40個FIERA - 那我這樣1 - 還要換個8000去W1 - 對不對 - 他剛剛是W1跟FIERA - 對 - 對 - 加入這個FIERA代表 - 我的小狐狸裡面 - 買在高點 - 買在高點 - 買在高點 - W1 這邊再換個8000 - 跟 - 其實算快啦 - 其實1真的算快 - 你不是說你昨天弄AVAX上面的 - 對阿 - 所以AVAX有點讓我失望 - 太多人使用了 - 真的 - 最近G塊鏈都卡卡的 - 然後你說你還要再Tranquil - 對不對 - 對 - 對 - 那剛剛FIERA應該是要再買更多阿 - 它是FIERA跟Tranquil跟FIERA跟W1 - 對阿 - 所以FIERA還要再買更多 - 等一下再換個 - 對 - 這是風險第一券 - 風險投資 - 這真的超風險投資的 - 超風險投資的 - 你知道它的Token - Admission - 我剛剛好像沒有特別看到 - 有Schedule跟DeFi Kingdom一樣 - 還要再查一下 - 好 我們剛剛在Market的地方 - 然後CoinChanger我們跟它兌換了 - 我們要的FIERA跟Tranquil還有W1 - 我們現在要進去Farm那邊進行Staking - Farmer - 它直接跳到這個頁面 - 對 - 然後要Approve - 嗎 - 現在都Approve好以後 - 我們就把Supply這個 - 的FIERA Trend Qtoken吧 - 小狐狸加油 - 真的要減嗎 - 不用 - 不要每次都給我那麼的慢 - 喔 - 顯示成功了 - 你說FIERA跟W1也要加嗎 - 對 - 那一次把它加完 - 好 - 蠻順的 - 還是還好 - 開始變快了我覺得 - 已經有人下車了嗎 - 已經有人下車了嗎 - 大家組完LPToken以後 - 還要回到Farm這邊 - 然後我們剛剛組這個FIERA Trend Qt - 和FIERA W1 -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Deposit進來 - 這個是Approve - 好 現在Deposit 2600在FIERA Trend Qt - 這邊 - 如果左邊的Available有顯示的話 - 就是你還沒有Deposit進去 - 那你完成的話就會在中間顯示 - 就表示它有開始跳利息了 - 對 而且它在UI設計的其實還蠻convinient的 - 它只要你知道美金價值大概多少錢 - 是 - 然後裡面它包含的Token裡面有多少個 - 原來它在挖的時候會挖出這三種不一樣的東西 - 所以你在兩個池子裡面各大概Deposit 2200多塊錢 - 是 - 然後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在操作的時候記得要留一點萬喔 - 因為畢竟手續費還是要用萬支付 - 所以大家還是要留一點 - 所以我們在操作的這幾分鐘 - 你賺了大概0.26塊美金 - 第一間Let's go -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 - 這三天的收益如何 - 首先我們到FAR這邊 FARMER - 那我自己個人是投在FIERA和WAN這個池子裡面 - 我大概花了7000多塊錢美金 - 在2324塊錢的時候買 - 然後到目前為止的收益是有1000多塊錢 - 我們進去裡面看的話我們可以發現 - 它是只有5個FIERA是可以馬上拿出來的 - 然後35個FIERA目前是鎖住的 - 然後5個Tranquil也是可以馬上拿出來的 - 所以大概只有1 9分之1的錢是可以馬上拿出來的 - 呃也是不錯啦 - 但像Steven羊他就是在30幾塊錢買進的 - 那最近有一點小跌 - 就有一點虧 - 今天DeFIERA的介紹就到這邊 - 那可是他最近這幾天的B價總是長得非常的誇張 - 所以邀上的朋友真的要小心一點點 - 我們真的是為了拍影片然後追高一波 - 但你自己也還是想要投資源想賭吧 - 也蠻低賤的 - 也蠻低賤的 - 就我還蠻受他的NMP的風格 - 還有他那個漫畫 - 他設計有漫畫之後一些劇情的吸引 - 對 但是他還是個風險投資 - 對 還是蠻高風險的 - 大家注意一下 - 如果這個遊戲之後還有什麼發展的話 - 我們也會繼續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- 我們的好朋友Money已經被求婚了 - 我們要恭喜他 很開心 - 謝謝 Steven 只要幫我慶祝 - 祝你們百年討和 - 那我老公只有這次 - 你老公在裡面喝酒 - 你老公在裡面喝酒 - 好啦 祝你新婚快樂 - 謝謝 - 喜歡他們的影片的話 - 記得訂閱、留言、分享、按讚 - 開啟小鈴鐺 - 耶 - 他們的影片純屬娛樂 - 絕對不是投資建議 - 請想要加入的朋友自己做好功課 - 了解財務狀況 - 那決定要不要加入 -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- 我們的社群平台 - 現在也有Desport - 跟Facework還有Instagram - 大家都可以在這間平台跟我們做互動 - 我們也會不定期的舉辦空頭 - 我們下次見 拜拜